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娇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些 但还依然选择相信来红国 相信他们的这些情谊 结婚之后发现两人不是太合适的时候 阿娇也曾经做过努力 但终究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于是才会尽快的落实离婚事宜 由于两人分手原因 阿娇一直都没说 于是记者期待这次能够听的答案 对此阿娇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现在自己想要保持平常心 专注于工作 至于他们离婚原因 从前没说 现在就更没有说的必要了 此前他曾经打赏某个小新肉 而被传出绯闻 阿娇解释对方是同公司的艺人 出于同事的情谊 他会选择打赏 事实上两人私底下是没有感情关系的 最后阿娇表示他以后都不会结婚了 看到阿娇如此心灰意冷 粉丝不由地表示很心疼 粉丝们 网友们对于阿娇的说法 也是看法不一 有网友说阿娇可能是太伤心了 所以才会一时说出主气的话 也许失败婚姻的阴影消除 他会再次步入新的恋情 一个网友表示 对于女性而言 婚姻不是必需品 所以自己开心就好 此前呢 女性由于地位固于地下 倘若不已辅于男人的话 根本就无法生存 所以女子才会认为 婚姻是自己的归宿 这一点就连活得无比通透的名栏 也不能够面俗 而现在 科技的发展将女性 从生而育女的龙脑里面解决了出来 只要你想 只要你愿意 你完全可以选择活出一个人的精彩 而非在婚姻里边 慢慢的去消耗自己的大好年华 也正因如此 许多女性才会选择单身 可是单身久了 却发现一个人的生活太过于孤独了 于是尽管心中不情愿 依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问题 婚姻真的能够帮人赶走孤独吗 有太多的女性表示 结婚以后 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 发现比以前更孤独了 家务是自己一个人做 一日三餐都是自己一个人做 孩子身边也是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无始的琐碎 全是自己在苦苦支撑 对于心中纵然不愿 可是也不得不用老公挣钱 比较多来安慰自己 于是硬是将女孩活成了女汉子 可问题是再强的女汉子 也有疲惫的时候 也有想歇息的时候 也有想逃避的时候 此时最先想到的那个人 自然就是自己的诊别人 可是丈夫却以工作累了为借口 不是在刷抖音 就是在玩游戏 你声音若太小 她装作听不见 依然我行我素 你声音又太大的话 她直接吼着自己太累了 需要休息 问题是难道就是有你累吗 这句话在妈妈的口边盘旋了许久 却终究没有喊出来 不是不想 而是知道说了也没用 那一刻妈妈的内心甚是孤独 她很是不解 不明白自己选择结婚 明明是为了排解孤独的 怎么现在比原来更孤独了呢 其实没有什么是能够解决 你自己的孤独的 父母不能 老公不能 孩子不能 朋友也不能 能够解决孤独的只有自己 因此不管是否结婚 年龄越大 越要学会独自美丽 学会有勇气改变 可以改变的事情 比如说知否里边的明兰 因为时间关系 我看的不是电视剧 而是原著 在原著当中 明兰的身世其实并不好 在最需要人好好照顾的年龄 她没了母亲 而父亲却因为追逐名利 而甚少关心她 至于迪姆呢 虽然没有像其他大户家庭 那样的狠心 但是让她把自己当作 亲生女儿 事事为自己绸缪呢 也是不可能的 倘若她弟弟尚在的话 在男尊女卑的旧社会 明兰若有一点努力的希望 可是这个未出生的弟弟 却随着母亲一同离开了 换言之 不管从现在看 还是从未来看 明兰的生活都是极其黑暗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穿越到明兰身体里的女主 才会浑浑噩噩 没有意思的上进之心 之后看到 林小娘身处于窃位 却依旧不甘堕落 感于大夫人 尊光辉的时候 女主才觉得自己过于悲观了 于是呢 开始了以后的谋划 有胸怀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 人定胜天 只是一个口号 而不是一个事实 因此得承认 有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 比如说阿娇 当时她在众人都不看好的时候呢 依然嫁给了赖红锅 要说没有一点爱意吧 那是绝对假的 个问题是 生活并非是因为一点爱意 就能够变成两个人想要的模样的 婚姻中呢 有些矛盾是可以调和的 比如说像今天吃什么这样的事情 有些事情呢 确实不可以调和的 比如说 让家暴男从此不再家暴 当遇到可以调节的矛盾的时候 要想收获幸福呢 就需要两人的伙谐 可当到遇到不可调节的矛盾的时候 那么分手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目前尚不知 阿娇和赖红锅离婚的真正原因 但想必是遇到了不可调节的矛盾 在此之前呢 能够为了维持婚姻的幸福 两个人应该也做了某些火鞋和努力 但最终发现全是徒劳 于是才会选择离婚 有智慧分辨两者的不同 什么是可以改变的 什么又是不可以改变的 因为生长环境不同 所受教育不同等等 对于这两个问题 答案也是不尽相同的 那么什么答案 对于自己来说是相对于正确的呢 这就需要智慧 智慧如何获得呢 自然是需要成长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只要你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即便是再难的题 都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即便找不到 你也会学会如何和难题和睦共处 不让它过多的引起自己的焦虑情绪 最后祝福独自选择美丽的阿娇 越来越好 吃瓜不停 乐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